各位朋友你好,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我是刘祝华 冷气团一波接着一波,现在冬令进步正式时候 今天的非凡大探索,我们要介绍您一连串去寒又暖身的美食 首先在台南,这里有一家餐厅 老板卖的是自己养的黑鱼土鸡 老板说很坚持食材 所以他养的土鸡坚持不打生长激素 而且不畏抗生素,要让土鸡自然长大 养到了五个月大的土鸡,肉质吃起来结实有弹性 煮成药膳鸡,汤头清香鲜甜 喝起来全身暖乎乎 重点是进步完全没有负担 我们全程鸡从养到处理到我们料理 这个中间都没有进过别人的手 都是我们自己料理的 所以品质我们可以掌控得到 虽然看着郭文想说 为什么你只卖下午 我说因为我工作真的很多了,做不完 做不完的工作 从一大早开始 李泰山夫妻俩就得到养鸡场 细心照顾他们的宝贝黑鱼土鸡 它野性比较高,比较有抗病力 那一般圈式的那一种土鸡,其他品种那一种土鸡 它的抗病力比较弱,因为他们大肠的,他们有在施打药物 那一种品种成长比较快,所以比较早收成 像我们这一种要养超过五个月以上才可以收成 所以说成长得比较慢,但是比较健康 比起一般养鸡场,五个礼拜就可以卖出鸡汁 李泰山要耐心养足五个月 他不帮鸡汁打生长激素和抗生素 让他们自然生长,就得特别注重饮食 才能减少生病的几率 我们这个蛋糕和面包的话,我们都是每天都收 他不是说给鸡汁吃几次,我们都是每天收的 好的东西给鸡汁,它的肠胃比较好,不容易生病 不像一般养鸡场,买现成饲料就能喂养 李泰山夫妻到处去面包店搜罗 NG版吐司面包,再亲自调配方,加入豆渣酒糟 因为我们让鸡吃得比较健康,以前的鸡汁 以前不是我们人家吃鸡就吃鸡,就是这样 就像照顾小孩子,为了让挑食的鸡能吃到全部营养 饲料还得捣碎,均匀搅拌 上一刻做鸡汁,人家烧钢,要搅,要搅,要拌 每当李泰山拎着饲料进鸡场,这群土鸡就像任德主人 立刻群涌而上,扬起一片尘土 这种地质比较沙质化,相对的,它的排泄物也比较不会沾黏 像它如果一般的那个泥土土质的话,它排水率不好 其实比较容易生病 那这样对你们来讲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你每次来都是,灰头土连 没有圈养,土鸡可以满地跑 有充足运动,能晒到足够阳光 因此胆固醇比例,比一般鸡汁少了百分之四十 喂饲料的时候,老板还会跑到鸡舍外围 浪漫摘起鸡牛花,不过这可不是要送给太太 我在找鸡要吃的饭 这他们的零食很好,这鸡牛花 刚开始我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结果里面有生出来 通通被他们吃掉我才发现的 原来他们那么喜欢吃那个鸡牛花 有抢手吗? 这比较多就吃不到,比较多也是吃的 白天照料土鸡 晚上回到餐厅,料理也是老板娘曹淑芬 一手包拌,一下忙着大骨熬汤 剁鸡 一下还要生炭火 用当归,黄旗,何首屋等中药熬趋寒的药膳鸡汤 李泰山虽然不碰厨房事,但要求可高了 三不五时还跑进厨房试味道 OK 好 等一下,还有等他把茄子吃吗?有汤 喜欢吃的人都是很规模 我是这么觉得 可是他说你就要把他当成是客人 客人在写你就要改进 说的有道理 我先生做事都很规模 不是只有这件事 对啊,他什么都很要求完 呼唱覆随的药膳鸡 肌肉紧实很有弹性 也没有过多油脂 药膳汤头挑淡淡清香 让许多在地人一吃就是好几年 大概五六年了 刚开始,开始养鸡 还没开我就知道了 那就是比较 不这样破破 就是用运动健将跑过的 但是除了一般的跑山鸡之外 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他因为他也不是有打针抗针素的 那他里面煮出来的汤 我们也觉得比较安心 要换来客人一句 吃得安心 李泰山可是练了十二年的苦工 过去他自己开装潢公司 因为经济不景气,负债倒闭 无意中吃到岳父自己养的鸡肉 开启了他事业第二春的灵感 他之前为了养鸡 给我老婆做月子吃的嘛 然后有一天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就叫我 你都要吃啦 因为你如果不吃 这有钱买不到的 那如果说让一般没有钱 也吃得到 比有钱人吃得还更好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他会坚持这个 用这个无毒的养法 没有经费的创业初期 农场设备很简陋 天在一来 心血全部化为乌有 第一批在成熟的时候 大概一八百只 要差一个礼拜就可以卖 结果被野狗跑进来 全部通通被野狗吃掉 刚开始重建完 又碰到八八水灾 又被海风吹个四脚朝天 只有咬着牙自己忍着 因为为了理念为了想法 我们不得不坚持坚持 坚持走别人不走的路 过程总是特别艰辛 不让鸡脂打针吃药 穷活率就比一般养鸡场 远远低了四成多 刺一倍成五成 刺到目前最好的 是缩成七百只作用 一般的如果有等到鸡脂 可能收成都在四五百只 所以真的缩成率很差 于是九年前李泰山开设餐厅 自产自销补贴农场收入 结石的黑鱼土鸡 能做成各式鸡料理 有香浓的麻油鸡汤 也有Q弹的盐焗鸡 都是店里招牌菜 在食安问题日益严重的近几年 生意还越来越好 比较扎实度 比较Q弹 老板有讲过 他的鸡整个养殖的过程 我觉得吃起来 我觉得对老板的菜 非常非常地有信心 有时候坚持做对的事 短期内不一定看得见成效 但日子久了 时间一定会告诉你 脚下走的是一条正确道路